由近东、江书颖、新直磊、李乃文主演的电视剧《恋爱先生》正在热播,在最新的剧情中,新直磊饰演的顾瑶,借助李乃文饰演的张明洋,成功入职了牙科诊所,在诊所中造成了不少事端,不仅如此,颇有心机的顾瑶,还住进了程浩的家里,这也导致了江书颖饰演的罗月与近东饰演的程浩的关系进一步紧张。 随着剧情的发展顾瑶对程浩展开了追求,并希望能与程浩重新开始大学时期的感情,但被程浩拒绝了,其实顾瑶并不是真正的喜欢程浩,在后期的剧情中,顾瑶也会逐步表现出来,他不过是知道了程浩与罗月在美国结婚的事件之后,想进一步报复,他把结婚证撕毁,并说是程浩撕毁的。 罗月表面上不在乎但实际看到这样的事情,还是默默的落泪,而顾瑶做这一切,就是让罗月也与他一样受伤,做到两败俱伤,也就是因为顾瑶的原因。 罗月没有心思工作准备离职,对诊所的工作更是没有那么细心,于是就出事了,一位心脏病患者来拔牙,但是没把表格填写完整,罗月也没有检查表格,病人就去拔牙,但是打完麻醉针之后,病人就晕倒了,送到医院救治。 但是病人家属情绪激动,程浩揽下了全部责任,诊所面临关闭,而程浩的第二职业约会顾问也因为医疗事件,被网友申巴出来,由客户找上门来,对程妇的大门泼水,并当面指责,辱骂程浩为骗子。 程浩面对双重打击,彻底崩塌颓废了下去,在父亲,罗月与李乃文的劝说下无效,他们也希望能够骂醒程浩,但实际上无济于事,诊所也彻底关门歇业了,程浩极度地否决自己,罗月一直支持并相信他。 罗月找到闹事的女客户,沟通舒解,也总算安抚了女客户,但面对扶不起来的程浩,罗月偷偷拿了程浩的钥匙,来到诊所,走进了那间爱情顾问室,罗月偷拿了程浩的笔记本,每天研究,希望能从这里能为他做点什么,希望借此机会帮助程浩恢复过来,但是,程浩并没能振作起来, 罗月为了证明他的那套理论的正确性,也为了证明他不是骗子,罗月接替程浩扛起了恋爱专家的大旗,亲自担任爱情顾问,他要借助程浩的理论来帮助田宇饰演的曾伟业,追求宋言飞饰演的女模特乔依林,一定要复合他们。